没有办法不好意思 现在执行高承载 中求假期第一天 许多人避开高承载管制时段出发 警察据规划远景和移交 协助疏导车流 呼吁驾驶驶保持耐心 依序行驶 驾驶朋友 前进出发载的时候 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 请适时提高车速 跟进前车物科医拉长车距 以维持行车顺畅 售票口忙得不可开交 台北转运站陆续有民众 搭乘客运返乡 高速公路局提醒 多利用1968查询及时路况 避开车流量较高的时段 国务的部分目前 南向石定和平林 要通过雪碎前其实都是拥塞的 这边呼吁用路人尽量 使用台二台九或利用公共运速来避开 廉价期间路上车辆较多 注意行车安全 避免交通事故发生 也要做好防疫措施 才能安心过中秋 大海新闻何宇怀李健宽 特别报道 这一趟